如何设定声音的动画效果 假设这张投影片的所有的文字以及图片 我们都已经设定好了它的显示方式 那我们接下来可以设定它在显示的时候 有一个声音出现 那这个声音要如何设定 首先我们将滑鼠指标移到slide show这个指令 在这个指令我们按一下滑鼠 就会出现slide show menu 在slide show menu里面 我们选择一个custom animation的指令 在这个指令我们按一下滑鼠 右边就会出现custom animation的选项 那我们现在可以设定文字在显示的时候 有一个声音出现 那我们要怎么去设定它 首先我们先select 就是先选取这个异数字 然后我们选取了这个异数字之后 我们再将滑鼠指标移到这个异数字的这个选项里面 这里有一个三角形展开 我们把滑鼠移到这个三角形展开 按一下滑鼠 我们再去选择这个选项里面的effect option effect option在这个地方我们按一下滑鼠 它就会出现一个对话框 那这时候我们去到这个sal的这个选项 这里也有一个三角形展开 我们再按一下滑鼠 那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要的是什么声音 有camera的声音 也有click的声音 那我们选择camera 选好了之后 它就会出现一个对话框 然后这个对话框问你 到底要不要install这个声音 那你就按yes 按yes好了之后 Microsoft Office 它就会帮你把这个声音给install进去 那好了之后 我们选好了之后 我们就按ok 那在显示的时候 就会有camera的声音出现 那接下来这一段文字 我们也要有声音呈现出来 那我们同样的也把mouse pointer 移到这个三角形 第二个选项的三角形展开 你按一下 然后选择effect option 那effect option里面的sal选项 我们去选择它的sal 我们选择arrow的这个声音 那选好了之后 我们再按ok 那它就会有arrow的声音出现 那如果这个picture也要有的话 那我们也同样的select这个picture 然后去选择这个picture的这个选项 在这个选项里面 我们按三角形展开钮 然后也选择effect option 然后去选择sal的选项 然后去选择我们要的bomb这个声音 然后ok 然后它就会有bomb的声音 那如果我们要播放给自己看 或者是给观众看 然后我们要测试的话 我们就把mouse pointer移到这个slideshow 它就会测试给我们看 我们到底刚才的设定 有怎么样 我们要按滑鼠一下 它才会有反应 那如果要结束它的话 我们可以按键盘的escape key 回到我们刚才之前的画面 这就是如何设定声音的动画效果的方法 感谢观看